嗯,大家下午好,我是KK丹 今天要跟大家谈一谈这个 关于RHP的20个Juels 20个宝石 RHP办这一个呢,它已经是做了15年了 据它说 那么每年呢,它都会选20 其实这可能或者更多啦,出来 我来帮大家参考一下 如果没有投资的目标的话 或者可以选择一下 那么今年的这个20个Juels 就是现在你们看到的这个Table 这个表,里面有AWC,Bio,Alpha,CCM之类 那么一般上我们拿这些推荐呢 是做一个参考而已 我还记得在几年前 哇,我看到这种推荐我很高兴 我想去参与 但是RHP的负责人跟我说 这个只是for invited clients 就是那些特别的啦 比较有有财力的顾客才可以去出席啦 所以我当然是没有机会咯 之前好像是OSK办的 那么通过浩章,我也可以看到 因为当时还是没有这么快publish出来的 然后到了几年前呢 认识了一个RHP的emassment banker 他就很好 每次那边一推荐,我这边就收到 到了近两年呢 其实他也是很快的 他在推荐以后呢 这个是4月,如果没有错 这个好像是4月28号啊 推荐了 28号还是25号啊 那么我们很快就收到了 我的朋友都email给我 我自己也是看到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啦 这个是没有价钱的 我们看这个是他有推荐价的 OK 其实有一些counter是我们很喜欢的 比如说百五号发 他是做那些草药,种草药的 之前曾经有起到三十多分 过后做了一个rate issue 价钱一直在两脚 二十二分左右 不动 另外一个我喜欢 就是这个CCM CCM把CCM Definer spin off出去了以后呢 他的股价反而表现更好 还有一个是Dufu 这个 好像是最近他的那个成长很强 Dufu Calington 然后我很喜欢的是Megafurst 这个是有发电厂的 Metamaster RCE之类 另外一些起得很高的 比如说Francon Francon几年前 大概是五六年前吧 还是七八年前吧 曾经 物价很差的 我看应该只有一两脚而已啊 现在起死回生 起到整块钱 观众也是一样 观众有一段日子呢 应该是五年前吧 他还蒙受亏损 现在我们讲他 皇 皇者归来啊 所以能不能持续下去呢 大家要小心 要看待咯 那么 这二十个counter里面呢 有一些是很价钱很低的 Penny Penny Stock 还有Alpha Denco EconPow Fitters 还有这个QES 之类的 也有一些在七八九一块钱 两块钱 也有比较贵的 比如说 Megafurst Pentamaster 观众 价钱 贵跟 价值 是不是值得 那个价钱呢 这个大家要 做 想做研究 所以有兴趣的可以去 参考一下 这本 他每次推荐都有一本书出来 这本书里面所讲的 其实我很有兴趣的是另外 他还有两三本 不过 好像停了 就是他有推荐新加坡 20Juels 印尼20Juels 我曾经有 收集过 不过 近来好像没有推出了 Top Singapore Top Malaysia Top Indonesia 这样 不用紧 不过 画稍微来 到底这些 宝石呢 宝石股呢 到底是不是推荐了以后呢 他真的是 这么好啊 其实有时候我们讲 分析员他们是尽量做他们的分析 给我们看了以后 呃 他也不知道那个股价到底会不会好的 有时他会给一些数据蒙骗掉 有时因为 局势不一样了 好的股票变成不好的股票 但是 也有好的股票 依然是这样好的股票 讲到这样好像是一种 呃 博彩啊 这样子哦 但是如果 不算有一千家公司 现在人家 浓缩了20家给你去参考 哦 不是叫你去买哦 参考而已哦 啊 你自己要做研究 那么 总好管理自己 漫无目的的哦 乱乱选 乱乱听消息 也不懂怎样去 啊 做研究啊 所以既然讲到这里 我们看回去 2018年哦 2018年啊 这个比较猛一点啦 啊 他有一些 一样了 他有20个Juos AdvanceCorp啊 CAP啊 达样啊 你看这个达样啊 他曾经推荐过的 然后那个时候是在 也是在4月2018年4月 啊 Index啊 GFM啊 之类 而我们更有兴趣就是知道 他推荐了以后 那个价钱表现 啊 你看这里 这个是他2018年4月28号 推出的20个Juos 这一行是他的价钱啊 第二排是他的价钱 第一个是他现在 2019年5月3号的价钱 我们可以看到 呃 或许是局势不好啦 啊 所推荐的很多表现都不好 除了 那样 哇 78分变成1.38 啊 呃 还有什么 还有这个 Cellington 啊 大脚钱 变成1块3 这个不错 奇了很多 大概有60% 不止 80% 有啊 然后啊 其他的都不是表现很好 有啊 Nova 11分变12分 啊 这个 Success Transformer 95分变99分半 3RC 68分变73分 还有这个Vision呢 Vision 哇 16分变109 不对 这个不是正确的算法 因为Vision在他推荐了过后呢 曾经进行过一个Share Consolidation 股票整合7率变1率 所以你拿109来除7的话大概是15分半 哦 而他推荐的时候不过不是啦 这样呃 有一些 当然 我们没有算进去股息 所以有一些虽然你看他表现不好 不过 加上股息或许是可以打平手的 哦 这样这样的情形 所以大体上 呃 去年的推荐不好 大体上是不好 主要是 或许是 那个推荐的时间是4月 5月过后变天了 变天了过后 很多股 股票的表现都不一样了 啊 那么既然我已经做了这种比较明年 哦 给给RHP一点 这分析也一点压力 明年我们 在他推出2020年的20个珠宝股 以后 我们看看2019他推荐的股票表现如何 哦 那么 啊 既然比较了以后 我们看回去 2017年 2017年呢 他其实有25个JUV 哦 25个 当然 啊 我没有做价钱比较了 啊 两年了 不过我们可以看到好像AASIA X啊 啊 啊 价钱是缴钱啊 现在好像还低一点了 啊 AWC啊 Berjia Food不错啊 今天也是 掉下来了 大杠 Datasonic也是掉下来了 Datasonic也是掉下来了 Gardang也是掉下来了 Greenbacket 34差不多一样了 这样啦 Yaya Diasa也是掉下来 IQ哦 IQ3块多也是掉下来 变快多钱了 当然也有好的啦 摩尼巴啊 呃 其实Matrix Engage 都是掉下来 大体上都不好 所以 你拉去一年两年呢 呃 可能真好 这么不巧 真的是2018年 年尾 股市表现真的很差 2019年是恢复的时候 所以呃 这两年的推荐呢 都表现不好 哦 我们等待 这个2019年看 因为2019年 2018年大跌过后 这些价钱很多 都是还很低的 没有 没有什么反差 除了Kellington啦 啊 啊 观众啦 方根啦 那些啦 所以如果你怕高 会跌下来 你找那些低的啦 这三年 差不多是最低的 啊 啊 你你你买了 那么再坐下来等 咯 这样子哦 所以啊 呃 呃 我之所以拿这个RHB的之后 我觉得他蛮有意思的 他在他分析人在做这本书 这个分析是蛮有诚意的 虽然之后到底是好还是不好 也有人讲 哎呦分析人是有私心啊 但是如果你这样看哦 呃 除非是他买了 然后搭起他卖 卖了他才叫你买或者是呃 不然的话 你看他他自己买也没有用 他找人家买也没有用啊 他找人家买也没有用啊 但股价一年后表现这么差 啊 给人家 会给人家骂的 这样 所以我觉得他们应该是 呃 本质平常性啊 股市有好有坏啊 股票一定有表现好表现不好啊 所以真 在这个时候给大家一些指南啊 不是我们的金钱宣言 他不是宣言啊 是一个指南来的 大家看了也是 我看到你喜欢你就买了 不喜欢就不要买了 好像我本身如果 我很喜欢mega first 从他快多两块钱那时 两块钱那时我就很喜欢了 哦 啊 那是我买不多 我也很喜欢franken的 但是呢一脚钱我也没有买 两脚钱也没有买 到99分还是没有买 我 呃 很奇怪 我自己也不明白为什么我不买 哦 啊 至于 啊 我 跟你讲 跟你讲一些我喜欢的啦 我喜欢这个revenue rce kellington 啊 这几个是我喜欢的 不会便宜 哦 还有bentamaster 啊 便宜的 可能我另外另外有我喜欢的股票啦 有机会跟大家谈谈 OK 今天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